我儿子还住在多伦多 离着比较远 所以搬过来以后 就觉得什么事也没有 原来在这家里边 料理家我帮着他们 一天忙碌碌的 到这边什么事也没有了 有人生地不熟 就觉得那种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然后和中国的文化差异这么大 他们也没有意识到 那么相当于他看到的很多东西 都不能够理解 包括路上的一个traffic sign 一个灯 或者是一个路牌也不知道 就是在家里面好像感觉 跟外界就很隔离 他们需要找到一些 就是一片创建一个精神的家园 我记得第一件事情 可能就是针对我们来的这些老人们 然后帮助这些老人能够了解这个社会 帮助他们有一些社会的活动 让他们不至于像蹲监狱一样的这种生活 决定去开始这个红业 是我偶尔听到这样 就是一个普通的移民家庭的这样一个遭遇 因为当时这个家庭就是遭遇了比较大的打击 比方说先生没有工作 然后他们的房贷 刚刚买的房子 那么房贷也比较比较多 那么很可能如果没有 继续没有工作的话 那可能就这个房子会被收回 等等等等 妈妈可能有一些抑郁症这样 有一天可能真的是自己 精神上也是走上一个角落 那么他就选择就在自己的家 就是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非常大 作为一个母亲 我可以感同身受 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做些什么 去帮助到社区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 当张磊女士跟我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看到的都是困难 首先也没有资金 第二呢 这些从无到有的那么一个过程 将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开始我们就在那个警察局 警察局二十几个人 以后呢又到了洗衣店的后边 这个办公楼的后面 慢慢的呢又到了社区的中心 这样康瑞之家人呢 就慢慢多起来了 从十几个人的小团体 成了一个比较像模仙一样的一个社团组织 一开始是一个月一次活动 在社区中心 后来就是每两个星期一次 去的时候 是一种期待 盼望 又连到我们活动了 大家都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 做好准备啊 该拿的东西去了 上了校吧 谈笑丰盛 在车上了一块 这时间呢 一会儿就过去了 不知不觉 就三个小时就结束了 都一种留恋不实的感情 退休以后呢 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我开始是旅行 然后疫情来了 我认识了红叶 这个红叶之家的朋友 他们跟我推荐 说红叶非常好 红叶之家呢 为咱者提供校车 这个其他组织都没办法做到的 因为大家的居住面比较广 不是说在一条线上 这个工程是非常大的 你看那个老人家 跑到那个公园里面去party 他把我们那个音乐老师 带来很多鼓 让每个人都去敲一下 那个产面你应该看一下 多热闹啊 退休下来 这就是个大难题 什么都要靠手机和别人联系 红叶是第一家开网课的 怎么应用手机去摄影 记得当时一些老人 用手工做了一些刺绣啊 做一些编织品 然后送给当地的 其他的社区的老人啊 或者是其他的团体 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特别 让人感动的一部分 刚移民来的时候啊 就是主要是去找工作呀 去这些一种生存的需求啊 但是经过这么些年的努力 大家也找 很多人都找到了这个 能够发挥自己原有的 这个特长的这种工作 有的时候孩子也长大了 不再像以前这么忙着 就是带着孩子 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就是说这个时候 就是也是人到中年啊 就上有老下有小 然后面临的这个这个需求呢 可能不仅不光是这个 生活上的生理上的需求 它也有一种 就是一种社会需求 一种情感上的需求 我是1994年来到了加拿大 然后呢就在就读研究生 非常幸运读完研究生以后呢 没有多久我就找到了一份 很好的工作啊 然后一待就待了19年 可是一些事情呢就发生了 我的爸爸就得了脑血栓 然后就瘫痪了 从那以后呢又开始发展成了 老年痴呆 后来妈妈就得了癌症 我觉得尤其是 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有很多的压力 生活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啊 受老人的压力 然后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所有的压力都被 十倍百倍的放大了 参加红叶的活动 它不可以解决你 这些个问题的源泉 但是它可以给你 面对问题的勇气和力量 所以我就参加了 红叶的画唱团 形体班 舞蹈班 你去活动一个下午 你就能回来面对这两个有病的老人 可能能面对六天 正好这时候红叶文化想办一个网上的红叶太极班 我呢在里面呢作为红叶文化的义工 我同时担任这个太极班的班长 练习太极一方面 它是能够增强身心锻炼体质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它能够讨厌一个人的性情 疫情开始了以后了 我们小孩上一年级了 而且他可以去in person的上学了 我就有比较多的自己的时间 然后这个形体课是一试就喜欢上了 而且到现在也还是最喜欢的课 上完课一个是自己心情愉快 另外身体也明显的有改善 我觉得首先我自己开心了以后 我对我的家里的孩子 肯定也是笑脸相迎 他们很喜欢的 然后我会告诉他们 妈妈今天要去上个什么课 然后他们就知道 妈妈今天很开心要去上课了 回来了就会问你今天学什么了 然后我会说 等下我教你 然后他们说 你记得你今天要是当老师 他们会这么跟我讲 我也很开心在外面学了什么 然后回来跟孩子们show up一下 当时成立的时候也考虑到 这个需求呢 对社区的这个关心的这个需求 是多层面的 不光是长者 也有我们的中年人 还有我们的孩子 尤其是看到那些 就是一些国际留学生们 他们在这么小的年龄 就自己出来读书 就是真的是一个心理上 特别需要关心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他们的这种孤独 一直到今天 我们有这么多的普通官 包括有太极班 有这个绘画班 书法班 形体班 而且呢 我们还参与了当地组织的各种文化活动 我们自己有自己独障的文化活动 这个变化 是 是很多人 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作为一个从开始就见证了的一分子的话 我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变化 那么表面上看的是 我们组织了很多的这样那样的活动 好像都是一些唱歌呀 跳舞啊 但是更深层面的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给了大家一个 就是说在这个机构下 在这个平台上 有一个更深层面的交流的一个场所 而且呢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就是当大家没有办法去 有能够线下的去 in-person的这样交流的时候 很大程度的帮助了很多的人 去缓解他的焦虑 工业文化协会 英文就是叫 Cultural Integration 就是希望是我们的这个社区是一个彼此包容的 相互尊重的这样的一个融洽的多元文化的社会 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华人社区能够主动的去融入这个本地的文化 也希望本地更多的族裔来认识了解我们 回顾过去的十年 我们非常感恩能受到加拿大政府的资金支持 更要感谢管理团队成员们长年的辛勤付出 还要感谢无数义工朋友们默默无闻的帮助 是我们每个人付出的爱 让红业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大家庭 今后我们盼望能够有更多的和我们有相同理念 愿意服务社区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支持者的行列中来 让我们齐心协力 共同建立一个更加融合美好的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